我手上这一封就是烈士留给家人的家书 那么由于种种的原因 家书的完整的内容并没有办法呈现给他的家人 那么现在我们就请人类的脑力选手 能够尽可忍地来复原这封家书 把烈士的心愿就是把家风家训 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成功的标配 今天M20一期 欢迎我们有请第三季脑王 陈志强 欢迎你 志强 哎呀 据说你要开始准备高考了是吗 对 明年高考 有没有心仪的大学 我想考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将来有可能去研究人工智能吗 跟这个袁庆先生一样的一个研究领域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计算机是在不断进步的嘛 然后也是一个不会淘汰的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么接下来 最想要挑战的是怎样的困难 怎样的复杂的项目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大屏看一下 20封加书 所有的文字的总和是767个字 但是由20个不同的字体啊 所书写出来的 他们其实呢 不同的字体之间啊 相似度还是蛮高的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像人字 你看这个人字 这个人字 也有可能跟它周边的这些人字 相似度 我们再随便举一个 支 比如说这个支 跟这个支 你要把它区别开来 其实也不太容易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从中呢 选出四个不同字体的字 最强大脑 这是四个不同字体的字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四个字呢 进行重叠 好 大家看 我们重叠的逻辑呢 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啊 是正向 而是呢 经过旋转以后 来进行重叠 其实你看 最强大脑 你从重叠的部分角度来讲 很难把它辨别出 是哪一个字 而且呢 你要从哪个字 当中辨别出是哪一个字体的话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不仅如此 我们给选手观察的这个家书呢 是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啊 有的呢泛黄了 有的呢可能被鲜血啊等浸染过了 你要真正地把它辨认出来 也是相当地不容易 那么今天呢我们志强呢 要挑战的就是观察 一封家书封面上的字体 志强要完成这个挑战呢 要经过以下的几个步骤 第一个 先在232个碎片当中 有缺失的字 给它复原了 第二步呢 要把叠在一起的字 把它一一剥离开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要把旋转的字角度 把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第四个呢 就是要找出 比如说志强尔 是这个字体 那么它要在最强大脑 这四个字当中 找出跟志强尔 这个字体呢 相同的字 那么要把这个脑子 要从中再挑选出来 把这些所有的 相同的字体的字 挑出来之后 把它拼成一封 意思完整的家书 这就是志强要挑战的 所有的步骤 好 那么听完了 这个项目的描述之后啊 我看各个嘉宾都惊呆了啊 陶子 对 我想起了那个李卫少长 跟苏泽和他们 对抗的那个项目 就是一笔画的重叠 然后好像最多是有15幅是吗 15个不同的图 那这个只有四个字 那难度上比起来 首先一笔画的笔画是比较细的 而今天的家书的笔画是比较厚重的 你如果把它叠加在一起的话 你损失的信息更多 因为遮挡就更多了 第二点是一笔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